央视财经频道和光线传媒联手打造的大型励志真人秀节目 海南国庆龙木湾超级减肥王当中 刘文宏担任了健身教练这份工作 他的黑脸严厉形象让很多选手对他敬畏三分 虽然是硬汉 但是刘文宏也有柔情的一面 最近在节目录制过程当中 就有一位小家伙来到了海南三亚 彻底融化了刘文宏这座冰山 能让冷面教练刘更宏显现出如此有爱心细腻的一面 就是他的儿子刘语恩 当初接下超级减肥王这档节目 刘更宏要离开台湾的家来到三亚 为选手进行三个月的封闭式训练 那个时候刚刚出生小女儿泡芙让他惦念 两岁的儿子小语恩也让他十分不舍 我要出去的时候他就说 爸爸你陪我玩好不好 不要去上班这样子 我离开之后不到十分钟 他就大哭 他的外婆想说我要找爸爸 我要找爸爸 我想爸爸 他是故意在我们面前表现他的坚强 为了给刘更宏一个惊喜 节目录制时 妻子王婉菲带着儿子赶去三亚探班 也正好赶上儿子的两岁生日 现场则上演了相当有爱的一幕 Happy to you Happ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园 生日快乐园 我们在家里有给他麦克风 唱歌弹吉他 很棒 所以他就拿他自己的吉他 然后再把麦克风插在那个沙发跟沙发中间 然后他就这样唱 我帮我帮我 啾 不仅在歌唱方面 小语恩毫不切场 一岁的时候 他还出演了干爹周杰伦指导的电影天台 成为影片中年龄最小的演员 他就演了天台 就一岁的时候 柯友伦抱着他 那是他干爹硬要的 没办法 当时他都已经操了一道睡觉 半夜三点钟吧 四点钟 就是把他弄起来拍 哇 我也算是他算是算厉害 听到这么久 你说什么 我应该是吗 你不是